系纸大同路一段五一五项进来 有一大片军方用地 因为不适合做军营就一直荒废在这里 成了环境治安死角不打紧 过去几年长期招人倾倒废弃物 衍生许多问题 现在又因为要倾地上以及地底下埋的废弃物 就要4.5亿元 原本打算盖设宅 内政部评估不符效益 撤销土地变更案 只是这块地就这么荒废实在可惜 一直在推系纸棒球三极致的 新北市议员张景豪就希望能够活化 做大型的棒球场 因为之前曾经有发生过 就是土地被倒租出去 那因为国防部正在解决合约的问题 所以把这个第一个部分解决之后呢 第二个部分就是 营建署曾经想要来这边做社会住宅 那后来因为砖探之后 发现说地上地下都是废弃物 所以评估完之后发现不符成本 就是不能盖社会住宅 所以也这个计划也告终 所以景豪一直等到现在 一直期待把这个区块打造成 我们系纸的一个棒球场 系纸真的没有一个可以供学子们 打球的地方训练的地方 所以多年来 省发卫委员跟张景豪议员 一直很努力在寻找球场 就在这个情况下 偶然发现的这块地 结果因为那时候有占用 而且人家拿出合法的合约 所以这块地我们当时就作罢 那今天这块地既然已经排除了占用问题 我们很希望就是能够做一个短期的活化使用 目前废弃物处理状况还有后续如何规划 立委审发会服务处以及新北市医员张景豪就召集了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浩天岭这块地本来是文高用地 但是早就没有盖学校的规划 所以地方就希望短期内能够活化利用 今天特别来这边会刊 那也很高兴得到国防部的口头允诺 就是说这块地在整理之后愿意给新北市政府做代管或维管 他这个月会把他的整个期程交给我们 他交给我们之后我们再给议员去做整个整理 那今天的会刊结论就是国防部这边还会继续做专探 还会继续做清理 我们会再等他一个时程 同时我们新北市的教育局跟体育局一起来规划这个土地 他土地的全属是属于文高用地 就是说他是可以做一个学校体育设施 直接可以拿来使用 不用再去做都市计划的变更 地主这边同意的状况下 我们新北市政府要立即来做一个规划 那规划我的期待是一个绿地有个球场 球场旁边还有一些多余的一个空间 可以让大人带着小朋友来到这里 一个月的时间请国防部针对排除占用 以及废弃物清理期程提出规划报告 后续再交给新北市政府希望朝球场规划 让这一大片军用地能够活化利用 让系纸棒球选手们有更好的打球训练场地 这层会联系纸采访报道